再不就这样 三马主席已经等过 一会儿去做了 你又实在不去 说他实在无法和皇上交代呀 吹什么吹 让他们等就好了 后一天才知道了 肯定会带住您了 当太子有什么好 还不如当逍遥王爷来等你 皇帝老爹呀 你赶紧废了我吧 我好不容易穿越一尾 我就不能这么乱废掉 你要是再不废话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殿下 您在说什么呢 啊 混账 你可让那个意思 我滚过来 参见父皇 三邦主人也只不够识 你为何真实不见 独死这般 让班邦如何看待我朝 父皇啊 只是一些小邦瑕疵 别说是一个事 依儿臣所看 至少要让他们早长半天 胡闹 你倒是生气啊 生气啊 赶紧废了我 赶紧废了我 胡闹 我堂堂天朝上帮 若是连礼仪都不讲了 那以后 岂不被班邦耻笑 看清 父皇啊 你有所不知吧 不用下一次 那些帆邦下沉 已经把我们看清了 有话怎讲啊 父皇 想必已经看过你干了 那个区区的东营小 此次的贡品 只有破刀一遍 你说这不是已经把我们看清了吗 但东营虽无语 日后不让其朝贡演示 其他小国并无过错呀 你为何来让他们直属等待 为父皇 儿臣就是想用此次的事情告诉他们 我们天朝之威 不可侵犯吗 没想到 这才是太子的本事 看起来好像太子 也没有那么不可 此话不错 但为上者要懂得恩威定施 接下来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好 儿臣明白 儿臣一定会让他们知道 我天朝的 各位使者远道而来 不必居住 来 奸淫满紫杯 谢太子殿下自焦 太子殿下 夏城奉命献上 汗血良居一百匹 牛羊各千头 保时三下 好 好 太子殿下 我祖命夏城进县 瑞兹雕楼 若向十尊 略武壁画百步 上等玉石五百斤 不错 赏 太突然枪了 我兵皇也命名送来一把五十刀 请笑纳 请 拖出去赶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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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好了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把东营使臣给斩了 你说什么 太子殿下把东营使臣给斩了 快 快把那个逆子给我叫过来 早要看看他 眼里还有没有江山社稷 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皇 是 太子殿下若看不惯他东营武士 交给属下不理电视 又何必要杀了他 你懂 他要是活着 咱们就活着 他要是死 咱们活着就活着 殿下这个话是什么 属下不懂 不懂就对了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臣参见太子殿下 丞相你怎么了 难道是因为东营武士的事 皇上召见 回殿下 正是此事 太好了 太好了 连宁妙都尽多了 他费了意识准备跑 宫营不止是你杀的 没错父皇 就是儿臣 混账 宫营无理罪不至死 无死暴虐 朕又怎么放心将江山 交在你的手里呢 父皇 儿臣自知德不配位 还请不谋 废除儿臣太子之位 你 你敢威胁朕 你不要忘了 朕可不是你一个子嗣 来人 传朕指引 不可啊皇上 不可啊 太子斩杀东营使臣 一算无罪 反而有功啊 再相词话何一样 皇上 东营使臣图挪不轨 亦欲借进贡之机 时行刺之取 幸亏被太子殿下 识破计会计 皇上 老臣以为 太子殿下 此番刑事果断 实在我天朝之福啊 老天 你玩我呢吧 我真的不想当这个太子啊 宰相 这都是死了了 你还能翻啊 你玩我了是吧 我 好 太子行事总是出乎阵的意料 来人 重重有赏 我不杀我没有 你们不要冤枉我 他要是活着 咱们就忙 他要是死 什么在哪儿呢 太子殿下 我天皇也命人送来一把五十刀 我真是笑了 原来殿下什么都知道 还有白单心爱 这好好的废太子剧本 让我演成大功了 过话说回来 我该怎么才能及一副 殿下 属下明日想要出宫一趟 还请殿下安住 出宫 明日我们干明提局 还不快给补宫创名 殿下 这可是青龙 创名 也太羞耻 真没有 看我的啊 里面的人都听着啊 我呢 是当朝的太子啊 所有的男人 全都滚出去 所有的女人 都来我这里 一个一个的让我挑选 太子殿下 你又干什么 这次说 是不是体察民间疾苦的 对啊 你看 殿下 哪来的狂子 竟然敢在本店呢 老师 他还敢自称太子 小子 你知道本店背后的人是谁吗 背后有人啊 那太好了 我赶紧啊 反正叫过来啊 你过去 哎 去去去 哇 这么着 那么糟 你还敢在看 兄弟 你找死 别喝 你才找死呢 还愣着干什么 羞辱本宫啦 长嘴啦 公子小女卖艺不卖身 那可太好了 本宫正好还缺个太子飞 我看就你了 殿下请自重 您这样和强强名女有何级别 强强名女 你提醒的对啊 我众仇怎么把事情闹大 好 那今天本宫就来上演一套强强名女的戏 丁丁 走吧 来走 不是 你多少给反抗一下吧 公子帮奴家脱离铺海 是奴家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这公子看起来雍容华贵气度不凡 一看便有不俗的身份 若他能帮父亲赵雪 跟他走又何妨 人呢 快来人把狗拦住 殿下 带子明明明说人有了知识必有生意 难道这间青楼背后有问题不成 人把狗拦住 人都有哎呀 人都有需要 人都有什么 人都不行 我 不要 你把狗拦住 我 我 你弦 我 你 既然你来了 我就委屈一下你啊 别动啊别动别动哎对了大家好 大家好来看前面看前面好嘞 来一二三直语 嘿嘿 我 我别打我别走 殿下 你干看着干嘛赶紧喊啊 就说当朝太子当街打人了快来快 殿下这真的好吗 好啊好得不得了啊 还有你你也行你也喊太子殿下打人了 太子殿下打人了 太子殿下打人了 啊 啊 黄大人 今天 本宫当众凌遇了一遍 回去之后怎么说 不用我教你吧啊 真知道 哎呀 哎太子殿下 今天还要带奴家走吗 这次 算是把丸固的形象做事 再加上王大人到父皇面前告证 这回应该晚了吧 带啊 为什么不带啊 私自带人入宫是大的 我怎么能做的啊 走 皇上 陈以查明 云大人贪末一案 全是王群友陷害所指 除此之外 陈海查出 王群友汤赃王法 对于这样的蛀虫 绝不能不信 嗯 王群友 我绝不会轻扰 只是 云广是朕 亲自下之傻的 若是出而反而 天下人 会如何看待朕呢 再想可有办法 这 皇上 东宫那边又出事了 你是说 太子出宫后去青楼救出了云大人的女儿 并自带入宫 然后又在大街上打了王群友 王群友羞愧难当 自尽了 奴才不敢欺瞒皇上 现在宫外全臣疾惯 都吵着 找太子讨要说法呢 好 哎 正好 哈哈 宣太子上见 有什么好笑的大哥们 废太子啊 能不能严肃点 参见父皇 即日之事 还凭何话说 归父皇 而臣 用父皇来 还信父皇 废主 而是太子 太子殿下 您的用心粮 皇上都已经知道了 没必要再装下去了 我 装成装了 你 你不要信太子了 还得是太子 功高不自傲 日后啊 定能成为一代明君的 是啊 这次要不是太子出手 还真不知道 王群友竟是如此 精英之人了 自然是吴大 对王群友羡慕 殿下深知陛下 所以才出此粮策 既保住了皇上的名声 还一举将贪光屋里一举铲除 难道老陈说错不成 我是当朝太子 我去妓院 是不是有辱皇家体统 确实不该 但情有可能啊 那我抢抢名女 是不是触犯了法律 抢抢名女 的确是大罪 但这太子完全是救人于危难 不但无过 反而有功啊 哎呀 自相 你跟我过不去是吧 好 那那些我就都不说 我当街殴打朝廷命官 然后把他逼死 这事儿 就算你巧成如皇也是 太子殿下 你最大的功劳就在此处 金茶迷 王群勇 康赃王老 陷害中娘 死等监力 人人得而终之 太子为皇帝分忧 何罪之有啊 这就说皇帝分 他是庆口开河的 我真的只是想做一个顽固而已啊 别管看着你帮我说句话 我说句话 陛下 太子殿下鞠躬不自造 实乃我朝 动娘 你才来啊 陛下 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千岁千岁千千岁 祝您平身吧 林广一二 就此了解 至于 查查王家之事 由太子去办 费牢 你们都在一起了 能不能给我一条火炉啊 参见太子殿下 殿下 犯官王权有家产已查验清楚 共计九十八万两 请殿下查验 这么多 但是这个不折不扣的判官呢 幸亏有太子殿下 用其谋一举将他揪出 否则 还不知道这败类 要祸害到什么时候 啊 听听听 如果我要是说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 行吧 不管怎么说 太子殿下救了小女 帮小女报了仇 小女日后的一切 全凭太子殿下做主 云烟姑娘 你的戏片结束了 你该上京了 云烟姑娘这么好看 若是落在坏人手中 太子也不忍心吧 有道理 要不是这样 本宫身边呢 正好缺一个总管的位置 你先凑我干着 谢太子殿下 这张您已查验清楚 是否要回禀陛下 赶紧去吧 别让父皇能了解了 来他们 拿过来 给我看看 杀赶紧去看 站好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您这是做什么呀 王全友害你家破人 这当然是给你个补偿啊 殿下 这万万不可 这银子跟账目 要是对不上下官如何向陛下交代呀 怎么交代 如此交代啊 怎么还得我教你啊 殿下 这钱小女不能要 不要 不要你以后怎么生活啊 混账东西 以后连江山都是你的 为何要贪目葬营 事在是 财尽动人性 儿臣一时糊涂 恕罪啊父皇 好了 不要再说了 国家 不需要贪财的太子 来啊 反正旨意 即可废除 苏承贤 太子之位 父皇 儿臣之罪 甘愿受罚 虽然废了你 但你毕竟是挣着儿子 以后就做个逍遥王爷吧 启禀际下 王大人家产 你查点听 折合文银共计九十八万两 只是 有二十万两银票 给太子殿下扣下 你知道太子为何要扣下这些银两吗 喂 陛下 太子殿下把藏银给了云姑娘 说是要补偿 二十万两都给了云姑娘 是 下官亲眼所见 好 好个太子啊 无论有读 陛下先激怒 朕高兴还来不及呢 动什么怒啊 太子这样做 就为了替朕安抚百官呢 妙 直在是妙 哈哈哈哈 这都快赏你了 父皇怎么还不派人来来罪 急死我了 派子 他又上了 好 李朗 你这一上午 从父皇那边打探到什么消息没有 我从李公公那打听到 得知您把二十万两脏银给了云烟姑娘之后 陛下对您赞不绝口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你们都在跟我作对 宇烟 殿下别生气了 房间都凉了 气都气饱了 没胃口 殿下又是没胃口 我有办法 这个小东西啊 特别开尾 殿下 敢不敢试试 试试就试试 有什么不敢的 啊啊啊啊啊 殿下 殿下这可是特朗瓦酥 你怎么能一口吃完 快快快快 快嘟出来 李朗 你为什么要加害本宫啊你 我 我也没有 这次一口吃完呢 你还跟我狡辩你 快 李朗 辣椒 生气 有了 啊有了有了 李朗 我背你这么一辣 我有如蹄虎灌顶啊我 殿下 这都是普通辣椒 你用不着这么激动吧 哎 你看似它是普通辣椒 其实它一点都不普通啊 那殿下你倒是说说 他到底哪里不普通呢 作为实材只是他的表面 整人才是他保持神位的倚仗 要是整人界有排名啊 他便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位 你便想要整谁 皇上 父皇 阿臣听闻您最近受了些风寒 特地搜寻了一些药材 帮您能早日扛复 我儿有心了 哎 对了 过几天你就成年了 有何打算呢 我有何打算 我当然是想当太子吧 父皇 阿臣当然是想听您分忧呀 那 你就先去跟着太子学习吧 父皇 阿臣以为 太子最近所做的这些大事 都是机缘巧合罢了 阿臣可学不会 机缘巧合 说得轻巧 若是一见也就罢了 见见如此 这仅仅是运气好这么简单吗 父皇 这 要想做事啊 先学做人 大度一些嘛 这样才符合皇子的身份嘛 这一点啊 太子可就比你强多了 太子殿下到 参见父皇 说来何事啊 阿臣近日研究出了一道佳肴 极为的美味 特子献给父皇尝尝 那 试试看 好 吃啊 你倒是吃啊 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顶得住这物理伤害 不 好 好吃好吃 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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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皇这菜药当真美味 喂 盲着吧 怎么样 来人呐 太子抑郁毒害复活 太子要师父牟全啊 苏太你这是什么助攻啊 来来来来 哎呀还愣着干什么 帮我拉出去啊 哎呀 你们进来干什么呀 不如滚出这 你个混账东西 你敢务仙太子 我叫你务仙太子 我叫你务仙太子 混账 哎呀徐国徐国 咋死 说来说 我建设非咋死的 说我行 徐国徐国徐国 说来说来说 私底中还有用 留他这行李吧 哎呀你还愣着干什么 趕緊跑啊 你要讓父皇誓字嗎哎呀 你現在自有此理 無語你不公改天 殿下息怒 屬下有一計 可助殿下 啊 我放你麥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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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知道了殿下 殿下啊 殿下 殿下 後天就是狩獵大典 到時候殿下只需勝過太子 讓皇上看到您的才能 皇上對殿下的態度 必然會有座改觀 傳聖譽 今日狩獵不分男女老幼 獲得獵物最多者 朕有重賞 皇上 這才半天功夫就練下了這麼久 這下蘇两前肯定是不想 嗯 殿下 若再怎麼下去 恐怕 我們只能帶蟲子回去 蟲子也算禮物嗎 你不早說你 被這麼惡心 殿下您就不要再闹了 殿下您是当真听不懂 我是在挖苦您的 我怎么听不懂啊 不过这东西也太难学了吧 我这一时半会儿学不会啊 这还不容易 交给玲珑 保识让你拿第一 等等等等 兔兔那么可爱 你怎么认识说兔兔 手下只是不忍心 殿下连一只礼物都带不回去 肯定会被皇上责罵 被皇上责 被皇上责罵 哎呀 玲珑罵了 你真是我的卧龙先生 好就按你说的办 那手下当真就设了 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 这次咱们熟练 搅摆热 可殿下才说 有玲珑说了算 对啊是你说了算 回去被皇上责罵了 秉皇上 猎物已经吐气出来了 皇子苏泰 猎杀三十二只 位列第一 你自己这个便宜老弟 似乎很不错嘛 老弟啊 你加把劲啊 尽早把我挤下去 加油 干吧得 但有言在先 肉列第一者 有赏 不过 自主赏罚分明 何人 最后一名啊 秉皇上 太子殿下 今日一只猎物 也未过得 威劣 威劣最后一名 感谢各位将您承让 承让让我融合第一名 太子莫不是得到什么第一 八分了吗 你懂什么 我研究过 太子每每有这种 不同寻常之事 皆有其声音 不信咱等这起 苏将 太子 有多话说啊 启禀父皇 儿臣 无话可说 儿臣未获到一只猎物 完全是因为儿臣懒惰 还请父皇 我问你 你眼里到底 还有没有朕啊 啊 作为太子 今日 应该起到表帅作为 结果 谁令我天家 颜面尽失 就在令朕 大失所 来人 父皇息怒 离儿臣之见 太子虽然有错 但错不知死 依我看 不如将皇兄的太子 暂时播出 一定相由 天人哪 我总算遇到你了 此时此刻我才知道 我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且慢 陛下 真以为 太子此事不合常理 哎 你个小胖子 你什么意思啊 你把话说清楚啊 亲皇上 末将以为 太子纵实整日透鲜 但有宁宫护卫在 怎会颗里无收 宁宫护卫的身手 皇上与诸位将军是清楚 太子来讲 末将说的可能吧 你 你血口喷人 血口喷人 我告诉你 我记住你了 你这个小胖子 能被太子殿下记住 是末将的 皇上 末将以为 这件事已经很清楚了 太子殿下不想伤害僧灵 所以放弃狩脸 太子殿下宅尽人后 实在是设计是否 不错 此次狩猎 我等眼中只有功绩 为太子眼中 是这万物生理 太子此等境界 末将自愧不如啊 太子的心意 任意知晓 只是 这奖品只有一件 着实 让朕有些为难啊 诸位爱卿 以为如何处置啊 皇上 按常理 应该是四皇子殿下 但是末将以为 以武德为重 应该交上给太子查队 末将复义 太子作为 圣和阵义 人 将 将主等上 是 父皇 这不公平啊 说好当你第一名的 君无戏言啊 对啊 父皇 君无戏言啊 人家表现挺好 你给他呗 朕太太 你且看看 你是怎么做的 你皇兄 又是怎么做人做事的 难道 这还不值得你学习吗 我好 带这么下去 唯一的亲人也有叛变了 咱们就看这一次了 拼了 父皇 奖品已经被儿臣打算了 这下谁都会有 逆死 逆死 儿臣知罪 哎 没说你 宋太啊 你且看看 你皇兄 为了保全兄弟情义 当着朕的面 毁坏了奖品 这是多大的勇气呀 你再看看你 为了小小的奖品 不惜兄弟反目 朕 太失望 你什么都听太子的 你眼里只有太子 永有一次后悔的 混账 混账之急 你不是朕的儿子 来人 将这个混账东西 给我套出去 哎 父皇 父皇 我觉得私弟肯定不是这么想的 父皇 你留他一条性命吧 啊 朕先不 朕今天 被宰了这个逆子 王子怒 父皇 父皇 你饶命 你放死 你把自己挺好的啊 这 王上息怒 若不是看这太子和各位将军的面子上 等今天被宰了你不可 哼 总责二十大板 啊 啊 我恨啊 苏晨晨 苏晨晨 为什么你做什么都是对的 为什么啊 哦哦啊 我真是服了 就连一只猎物都没打到 竟然还能得到第一 云烟 你有没有听说 那天殿下 从李贡沫手里夺回奖品 我地上那么一摔 可想而知 那得有多帅 虽然没看到 但听你这么一讲 我猜皇上是不是都被太子吓了一跳呀 可不是嘛 我听宫里人说了之后 连我都以为 殿下要师父夺权呢 亏你想得出来 太子越来越受到重视 怎么可能干出这样的闪失来呢 玉燕 你刚才说我越来越受到重视 太子难道没有发现吗 玉燕啊 真是太感谢你了 要是没有你提醒的话 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啊 殿下 你该不会又要闯什么货吧 怎么可能啊 这次不但不闯过 而且啊 还有 是 机 殿下 您说的销声秘境 就是来这 对啊 这是我父皇当年促下我的庄园啊 永久促修了 就让您这样 草民外界太子殿下 起来吧 是 老伯啊 哎 今天收成怎么样 还不上太好 带出去上交的 吃饱肚子 还是没问题的 这下这么大雨 这下这么大雨 你拿着 卷蛋啊 这水桶是干嘛 哎呀 就是靠着天气下雨的时候 这点水 只快该停 这天气啊 下这雨啊 害不容易 这么原始的 教灌方式啊 怪不得说什么 殿下 嗯 交帝 不都是这样的吗 殿下 属下真感觉 你应该正正紧紧的体察一下明星 我脑不容紧了 殿下心里最清楚吧 玲瓏 别说这些了 殿下既然说原始 那肯定是有办法的 殿下真有办法 哼哼 这一切都包在我阿奇身上 看吧 殿下又开始说胡话了 启奏陛下 淮南到杨宣润三周 近两个月低语未下 若再无应对之策 后果不堪设想 还请陛下早坐定督 可不从临近中线调粮 回禀陛下 今年全国各地普遍干败 最多也就能保证自己 实在没有余力 远处其他的地方 李大人呢 有没有办法 陛下 陈以为应立刻向苍前祈祷 以求降雨 陛下 陈以为除了旗语 是不是应该让那些明门望族 开仓放梁啊 皇上 老陈以为太子殿下一向聪慧 说不定能想出梁策 解决此事 太子何在 太子一半月前出宫 便便肚子去想 父皇不问也就罢了 现在问起来 这种给苏春签下半子的机会可 父皇 据儿臣所知 皇兄在城外庄园偷闲 不知是何用意的 岂有此理 如今淮南灾火不断 他却如此陷 我们都要看看 他到底在干什么 儿臣愿同父皇一同前往 嗯 父皇 参见笔相 参见笔相 你怎么来了 哼 朕怎么来了 这要是再不来 你这个太子是不是都不知道该怎么当了 你说什么玩意儿 来来 把这个奇迹音巧给我砸了 儿臣愿亲自在了 啊 四弟 我虽然知道咱们是一伙 但是你要是敢砸 我跟你没完啊 我封父皇的命 难得理你 来 咋 诸叔 不能砸 皇上 解决大汉的良策 不就正在此处吗 淮南道的大汉 可曾解决了 祈奏陛下 自从全国各地都修建了水车之后 凭借这一力气 一开辟心田数万起 太子殿下的这项八明 实在是功在当下 力在千秋啊 哎呀 能不能别嘎吹了 再吹我这个太子之位 就真的稳了呀 哎 来来来来再看 这个表情才对吗啊 哼 此时不像你皇兄虚虚虚学习也就罢了 还露出这么一副表情 是何居心呢 来人 给我拖出去 长嘴 太过分了 真的是气死我了 谁又惹我们云大洞买生气了 嗯 殿下 自从丰收之后 我们庄园的麦子 被外面的人倒割了好多 这可是皇家的粮食啊 代表着太子您的脸面 那有什么办法啊 咱们总不能天天去看着嘛 殿下 虽然咱们不能去盯着 但是可以派几名嘉宾去看着呀 既然你也这么说 那咱们就 老爹的皇位来路不正 所以对兵权看得很重 不然作为太子的我 身边也不会只有个护卫啊 要是突然拉起一只私兵 我就不信 这个太子之位还跑得住 哎 兵老 你又提醒了 还练什么家丁呀 干脆一步到位 直接练一只四军 太子 您这是干什么呀 一旦被皇上发现 这可是会降罪的呀 我只是几百名的话 即便被皇上知道 问题应该也不大 那 就练五千 五千 一旦被皇上发现 这可是重罪呀 那您的太子之位就不保了 可真是太好了 太子这么做必有生意 咱们还是听太子的吧 殿下 属下愿问您练兵 那怎么能行啊 你要是去练兵 本宫的安全谁了 殿下您可是有更好的人选 那 哎 你最近不是老去庄园吗 练兵一事就交给你啊 我 殿下您是不是又发疯了 玲珑 这殿下也真是的 我哪会练兵啊 你可得帮帮我呀 难道这你都看不清楚 都被太子搞糊涂了 我现在两眼一抹黑 还明白什么呀 玲珑 你快跟我说说呀 不然 不和你好了 好好好 殿下表面让你练兵 实则是想起用你兄长 这你都看不明白 起用我兄长 是啊 你想想 伯父在被陷害之前 林毅兄长一直跟着赵将女在操练玉营军 肯定是殿下想起你兄长人才难得 又不想让他贤富在家 所以才借练兵之事啊 重新给他表现的机会 殿下真这么想 我都跟了殿下多久 这我能不清楚啊 好 我这就回家告诉我哥去 哎 等等 又怎么了 我是觉得 既然殿下都没有点拓 那就说明还没有到底见你兄长的时候 这个你可得千万记清楚 有本出班早奏 无本卷帘朝散 请驾还宫 阿臣有本 起诉何事 父皇 阿臣近日听说 皇兄在庄园内私自练兵 军事达上千之重 还请父皇定夺 苏臣前啊 苏臣前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这次看你怎么死了 太子 可有此事 父皇 四弟子完全是在诬陷我 重物魁魁之下 太子还想辩驳不识 不不不不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我们弄乱了五千四米 你干嘛只说一千 什么 五千金兵 你个混账东西 你想世故夺权吗 哈哈哈哈 连父皇 也要无暇子 那这个太子之位 我就不准备当了 江南集邦 陛下 封银三万马运连犯 吴天忆攻陷略终 请陛下早发援兵 什么 兵须东营小国 安敢欺负 再将 一颗派兵马全粮 应敌 回禀陛下 目前实在是无兵可派了呀 一派胡言 那你告诉朕 朕的军队都去哪了 回陛下 一年前于吐蕃该颤 至今还是胜负未分 当时便已从各州县抽掉了三十万大军 若是再抽掉的话 各州县便等于不设防了 还请陛下三思啊 依你所说 东营贼寇破乱江南 朕做事不管了 你让朕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臣有罪 父皇 看这里 资料名 要不然 你先把儿臣的事处理一下 差点把你这个意思给忘了 来人 将他的太子不给我扒了 苏臣浅 你也有今天 都给我住手 大乡 你也敢反盘真 陛下 太子这么做实在是功在设计呀 完了 全翻了 来人 陛下若是要处死老臣的话 也请陛下让老臣把话给说完 说 陛下 以老臣之见 太子之所以私自练兵 恐怕等的就是今天呢 以老臣之见 太子手里的这支精兵 根本就不是为了夺权 而是为东营敌寇准备的 你呀 我不是大义说的地 太子怎么可能谋缓呢 还要陛下三思 原来如此 太子 你怎么不早说呢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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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早有准备 那就命你率军出征 养我国位 谁找 父皇 父皇 儿臣不会打仗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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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会打仗啊 殿下 你这是做什么 做什么 当然是收拾东西跑路了 要打仗了大姐会死人的 你笑什么笑啊 赶紧过来跟我一起收拾 哎呀 这哥们 啊 殿下 这位是家兄 是在我手下负责练兵时宜的 哦 自己人是吧 那甭废话了 过来一起收拾东西 完了一起跑 殿下 属下来之前 审美已经说过 属下早就亮到今日 所以才让审美负责练兵 只是 殿下这激将法太主力了 属下已经看出来了 连这个脑不怪的话 你都信 看来马上就得跑了 您这激将法太主力了 属下已经看出来了 哎呀 谁跟你激将法了 啊 你们跑不跑 不跑我自己跑了 哎呀 天下 家兄此来 是有实诚把握 可消灭敌寇 属下却有一技 可全金敌寇 这次击败东营贼寇 全凭将士们分拥杀敌 稍后呢 我就会表彰父皇 各位将士 升官发财 指日可待啊 来 碰饮此杯 就当 我给各位将士 提前庆功了啊 请 此战 一举将敌军全部揭毙 完全是因为太子殿下的继续 我等不过是一技前事 又怎敢和太子殿下整理 血口喷人啊你 兵是你们练的 仗是你们打的 你们把功劳都坐在我头上 做算什么 你哭什么 你们把屎盆子 往本宫口上口 到头来你还是委屈上了啊 林将 专将军之所以痛苦留意 就是因为 你们把功劳给了我们 把责任留给自己 感动至极啊 林将军所言极是 太子所作所为 末将胜敢配 日后逼当是死追随太子 我 到宋皇陛首一辈前来 太子殿下镜头 我担心了 你可知罪 打他 你天皇陛下 真正死了 饿得这腰 我叫你八个 叫你天皇 哎呀 我叫你烈 干啥 你还打他呀 喜悼陛下 江南传来战刀 太子于台州全歼敌寇 陛下 大喜啊 不可 太子一定是杀凉冒功了 陛下 这是东营头表 请过目 好 好 好 那东营判你自降为王后 我们赶回夫年内 来 万事归朝 你等与朕 一同前往 被爱与解放 林老爷 你们来给我评评 有我父皇这么办事的吗 兵是我练的 钱是我花的 账也是我打赢的 这到头来 你兄长被拐走了 兵全也没收了 哎呀 我父皇是真不讲理 殿下 皇上 不是还给您留了两百人吗 你站哪边呢 殿下若是把这两百人交给我 我都站殿下这边 白羊 好了殿下 您别发牢骚了 再发牢骚 这些奏折呀 可就要屁改到深夜了 这还是最欺人的 我就区区打一个东营吧 用不用这么大阵仗啊 还亲自来接我 你看 东兵了吗 我可记得东营之前 太子殿下 您可是要逃跑的 你那是激将法 知道吗 啊 要不然你兄长 能那么卖力吗 好好好 太子殿下您说的多对 那请问现在 可以批阅奏折了吗 四皇子驾到 见过皇兄 四弟你怎么 啊 来来来快坐快坐 云云 倒水啊 皇兄不用这般客气 我这次来你这儿 可不是来串门的 四皇子请托车 谢谢云姑娘 嗯 哎对对对对 你刚才说你不是来串门的 找我有什么事啊 实际上门 这次我来 不想向皇兄学习 劈改斗折的技术 哎 光学习有什么用啊 实践才能出真理啊 你一会儿走 把那些斗折都能复 真的啊 既然皇兄如此心愿 那我就不客气了 哎呀你跟我客气什么 咱俩亲兄弟嘛 对吧 来啊 把那些斗折 给我搬到四皇子的府上 快快快 那成绩就先行告退 哎呀 卢妍 刚才是谁说 本宫还有奏折要批改的 嗯 殿下 您这样做 确定没问题吗 是啊 万一他活动批改的话 到时候说惩罚 可是您啊 怎么可能啊 那个是我亲弟 再说 你们换个脚 要是批改好了呢 功劳不也是我的吗 哎 又不用干我 又有功劳 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去吗啊 哎 准 准 哎呀 这就是当皇帝的感觉吗 爽 太爽了 哎 这就是西边的军报 西边战争不顺 你不是会我把这封作者驳回的 哎 素晨姐 不看你这次怎么死 皇上 快来找我呀 哎 哎 妹娘 你在哪儿呢 正装 哎 发不到你啊 皇上 能站在这儿呢 哎 皇上真厉害 我还有更厉害的呢 你好坏呀 皇上 正希将军在宫外求见 皇上 你刚还说人家见识一下你有多厉害呢 怎么现在又要去处理政务了 好 真不走 有什么事儿让太子自行处理 走吧 宣中西大将军今天 我已经完了 这些将军一定是来告状他 这下博会作者的事情要露线了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杨戏将军 你是啥 其太子 饶恕末家的心情自罪了 太子民傻求好 将末家的作者驳回 末家便吃 贝子已动传奇 可是这西域困之地 若不多那点粮食给给教师们酿酒喝喝 我一直在是守不住我 开 你可知罪 这陈弟知罪 你什么也知罪 你不要乱自家动静 请皇兄绕命 请皇兄绕命啊 婚姬 这是扳倒本胎子的机会啊 多好的机会啊 哎呀 兄弟 你怎么办 本胎子不就走了吗 哎 你笨死了 哎 你气死我了 威威兄弟兄弟 哎 天心 请你息怒 韩晴 我是 还有你 软蛋一个 你不会杀我吗 啊 你去跟皇兄说吗 说我耽误 战机不完了吗你 哎呀 笑什么叫 还不滚过前去 我放这些口子打碎 太子殿下都别把莫将开拓 莫将是点大恩 请他放心 此次回去必定将出国大金消灭 莫将口子 打碎 你 再来 你 不是 你们这 一副赞许的表情 什么意思 阵前换驾乃军中大器 殿下死犯大闹金丸殿 无非就是想踏实话销 小事化了 老陈佩服 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从我眼前消失 走走 走走走走 再去赶下去 我要被他们活完你 殿下 您就别装了 这都到家了 今日朝堂的事 我和云烟都听说了 让我看看 您这脑袋是怎么长的 这样的办法都能散了出来 真是绝了 别搞了 快去 殿下 林峰县 今天的作者已经送过来了 要送到四皇子府上吗 送我 干嘛不送 来怎么觉得 不啊 还是好 还好 对 好 难道 殿下不知 你应该知道 现在朝堂上都传遍了 自从陛下新纳了贵妃 就开始不死朝堂 不妙 大事不妙啊 这这这这当太子已经够累了 万一那天老爹他不当皇上了 这 非 嗯 嗯 儿啊 看到没有 这就是朕想要的生活 从今儿起 皇位传给你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父皇 我不想当什么皇帝啊 不要啊 我不要 不要 殿下您在不要什么呀 啊 日明冠天 你现在就出去了 你们躲回来 哎 殿下 如果只是劝诫父皇 不要沉女女色的话 这与非太子一事毫无益处啊 但我 我直接放大招 我看起来也能拉 呃 太子殿下 皇上正在属性争追娘娘 陛下有名不得任何人打 父皇就是因为女这种人才沉衣女色的 哎 陛下陛下 太子殿下闯进来了 死闯后宫 死闯后宫 你想做事 平安父皇 辛纳的嫔妃魅 儿臣特来评鉴一份 就是她是吧 呀 果然不错 又大又门 哎 父皇您都这么大岁数了 不如这个小妖精 就有儿臣替您带牢 来你们走 你个小兔崽子 我走我 两人 我贪子库抓起来 把逆子输成钱 我带他来 张大人 不会无期啊 别想我啊嘿嘿 再笑 这回神仙也救不了我了啊 我看你还怎么说 死我了 成人太子了 开不开心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 嘿嘿 这兄弟嘛 你也有金钱 你责 你跪下 父皇 太子调戏嫔妃在前 拒不回载在后 逼儿臣之情 应立刻剥夺苏承前太子之位 龚承前 你何知罪 父皇 你别喝 赶紧背了我这个太子啊 你 你你 你 你挡着镇子面 调戏镇的爱飞 如今又学会顶嘴了你啊 你以为镇 不敢背了你吗 皇上 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的多辛苦吗 说好了啊 这次不能反悔 你 你也让 事到如今 还敢小便 崴了你 叫你啊 毕业 叫你躲 就毕业一起 也被宰了他 毕业 你若是在世费不分 颠倒非白 那就凶怪成等辞官不作 赵老还乡了 你还选择战 有何不敢 父皇 赵相军明显是高费素生起来的 他们这是联合想要推翻你的 跟着干什么呢 你干 赵相 我让他看完吗 老臣拼死上剑 老臣拼死上剑 陛下这两三日以来 若今时不把质罪给罪掉 我们全 甘愿辞官 你们这是逼宫 可死我 他们和苏生前联合起来逼迫你 我们千万不能心思手软呀 是啊 哎这明明是我错在先 你是不是快错了呢 我们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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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能吃饭 你们还想保他吗 入口 这 混是大分析 我给你的想让朕做个婚姿吗 我爱卿 平身吧 朕几日 若非太子和诸位爱卿提醒 真恐怕 真的离胡云不远了 待朕回宫后 命真妃 前往寺院出家 请党 以为如此样 皇上英明 皇上英明 这朝吧 太子真相 我真是服了你 自从问了你 我们就没安什么了 殿下 这次我占玲珑 你是不知道 刚刚我听说朝堂上发生的事情 真的是吓死我了 所以说 所以说 要从这次的事里吸取教训 这次我车里懂啊 公其父 您真的能这么想 那我们就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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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说 又要把目标转移到那群大 那帮老婆 就知道和我作对 特别是那个宰相 三番五次的和我作对 你俩帮我想想 怎么样 才能让那些大敌客 殿下 咱就不能当个安分的太子 安分 安分的太子 哎 郑爷爷 你父亲原来是御史大夫 我可是专门参人 想让你有不错 你现在就回家帮我办法 看能不能给表公平提供点素材 殿下 这样不好不好 这样 你告诉我 现在唐唐当中所有的官员 谁的身份最高 殿下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知道啊 我考考他 哎 要说起来 本朝除了皇家 最有实力的就属各大门阀了 其中又以王家实力最强 哦 懂了 那就从王家开刀 这个就是王家的店铺吧 保护 这就是王家的店铺吧 这边是王家在京城最大的店铺 我再带您看下一家 哎不必了 先把真家解决完再 殿下 你想要做什么 来啦给我砸 殿下 这恐怕干什么 住手 你们知不知道 这是王家的产业 怎么停下来了呀 管他是王家还是李家 给我接着砸呀 砸 我看你们是活腻了 但 竟敢在太子认清大方的词 着实该考 太子又如何 就算是皇上 到我们王家 也得客客气气 你们给我等着 殿下没发话 我看你敢走 殿下 这次 好像又是要用他 究竟该怎么办 你是王家人 你知道就好 现在 我 我该算了 要不然 我 还敢在本宫面前想着 啊 玲瓏 我好好收拾他 殿下在那 恐怕真的要出大事 他 他侮辱我父皇在先 就算出了天大的事 也有我父皇抵着你怕什么 对吧 来 我赵司律长 成立 你别光顾着打人啊 过来来 来这边咋 咋这边 咋这边 快快快 哎呀停停停停停 你们能不能有点窗 你们在那儿吗 门外扔啊 对吧 来看我啊 拿着布啊 来走 快来啊 谁抢到算谁呢啊 殿下 雷瓏 你也别在这儿打啊 把人拖出去 到外面来 快 殿下 还像上次那样 是我这个 玲瓏的 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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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看一看了啊 当朝太子暴打 王家掌柜了啊 啊 究竟是人性的有趣 还是道德的沦丧啊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啊 来来来 看啊 看啊 哎 什么情况 我人不是很爱看热闹啊 熊仔 熊仔 对 别动 嘿嘿 来看 我们正常打人了 来看看 可爽 神经病 你不想活着 别连着我 哎不是 哎呦 哎呦 殿下 这次好像失效了 为何都没有人看啊 哎你说 要是当街白打死 会不会看 殿下 万万不可 别 别打了 太子殿下 小人知错 小人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啊 那是不是要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然后就当这个事没发生过 对 对对对对对 你个头啊 对 行吧 既然这儿没人看 好啊 把他给我绑走 既然在这儿打你没人看 那咱们就找个人多的地方去 走 走 王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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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和园区速速到来 本官已作主 我没含园呐 没园区 没园区 你为何几鼓 你脸上的伤 鼓是本太子敲的 有意见吗 真是殿下 下官未曾远迎 请殿下诉罪 不知殿下几鼓所为何事啊 没什么 就是见他不顺眼 所以拖到你们牙医一打一顿 有意见 殿下 无所不知 这王家 是天下第一大门法 不能得罪的太狠了 瞧你那个手艺啊 滚院去 来啦 给我狠狠的打 住手 我看何人敢度过王家的人 王大人 王某不但是当朝上属 同时也是王家家主 太子 你这么解释太多分 原来是王大人 我正愁欺负这个小贤鱼没什么意思 撑巧你就来了 那帮废话了 来人 给我把他押住 先打二大板 你敢 不可呀 不能打呀 有何不可 本宫正在审 死人贸然闯入 然后咆哮奔逃 有何不可 来人 给我打 苏承贤 今日你说敢动 等个一根号码 明日便让你吃不了兜着 大胆 竟敢顶重 我管你王家还是上下 给我打呀 你要干什么 苏承贤 你好大的胆子 当年一家起兵夺殿下 我王家处理最多 当今的皇上见了我 也得客核切心 你你竟然敢打我 殿下不能再打了 再打就出大事了 出什么大事了 那太好了 赶紧给我打 二位 打呀 打打打打 打 殿下不能再打 殿什么下 别别别别 你们没吃饭吗 这个大言不惭的家伙 尽量快有力气在那讲话 来来滚给我 给我 哎呦 宗盛前 你给我等着 明日 我便让你知道我王家的利益 对对 可恶可恶可恶之极 不知何事让陛下如此轻烦 你自己看看吧 真问你 这个天下到底是真的 还会门罚的 此番惊叉大忌 凡出生名闻望族的 考评皆是上上 而通过 科举的 出世的 上上之选 竟无一人呢 真要这科举还有何用呢 以后 官员的任免 就由他门罚说了算好了 请陛下息怒 九品中正制已实行数百年 门罚大族早已根深蒂固 一时之间难以撼动 只能栩栩投资了 皇上 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呀 皇子 真和你说过 我和宰相商量军和大事的时候 不允许任何人打扰 你是来找死的吗 奴才不敢 只是 只是太子殿下把王大人给打了 王家 与其他几家门罚联合起来 扬言 他们要干什么 他们说皇上要不给他说法的话 就辞官 反了反了 你还愣着干什么 吃 赶紧把太子给我叫来 是 没错 老臣恭贺陛下 太子此番作为 科举大计 成了 简直是岂有此理 为父皇息怒 此次大臣罢官 全是因为太子无故殴打王大人所致 依儿臣之见 应立刻废除太子之位 这样便能重新获得门罚的支持 还请父皇定夺 你的意思是 让朕向门罚势力低头吗 儿臣不敢 怎么就不敢 依儿臣所见 就是应该向门罚势力低头啊 父皇 你有所不知 在儿臣胡作非为这 全国各县的罢官们已经达到三成 再这样下去 我怕各个机构 为了叫三舍弃 而臣愿意辞去太子一位 陛下您看 正如臣所料一般 宰相总是神机妙算啊 不是 你俩聊什么 怎么 你还想继续胡仙真不成 太子殿下 您就承认了吧 陛下早就已经知道了 宰相我警告你 算可以乱执 但是话笨不乱说 我怎么就胡了 我这么做完全是因为我的一己之丝啊 一己之丝 现如今门队已经根深蒂固 长此以往设计位移 太子殿下一力破桥 让这些师位素餐的拥历纷纷辞官 现如今腾出大量的官位 政客借开科取士之际 收拢真正愿意为国效力的人才 太子 这才是你心中的想法 老陈说的可对 你啊 你的这些小伎俩 用其能瞒得过真 既然你早有定计 那么这次开科取士 你就做终考好了 退场 苏晨姐 我不信你有如此算计 我不信 我也不信啊 我千包万记得让你刀太子 你这个不要借东西 你气死了 我强死你 陛下大喜 陛下大喜啊 在先因何如此高兴啊 陛下最近几日 前不久纷纷辞官的官员 纷纷上表请罪 陛下门法低头了 哦 我还以为他们要强硬到底呢 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认输了 这还真是出乎趁得意料呢 陛下 这些请罪的奏折是否允许 既然计策是太子定 我他去办吧 是 殿下 这是皇上派人送过来的折子 怎么 皇上又被哪个折子已经勾了过来 殿下 这怎么能怪皇上呢 还不都是你惹的事 我惹了事 折子我看看 不是吗 是 是 一帮软蛋 就不会硬钢啊 直接投墙算什么事吗 殿下 毕竟您这次得罪的只有王家 其他大家族也只是跟着凑热闹而已 又没有什么厉害冲突 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人 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明言姑娘说的对 这些人要是没点实际冲突 肯定不会和皇家闹得太近 哦 我懂了我懂 不是我的计划 而是我得罪的门阀突然开始 哎 陛下你干嘛去 当然是得罪全天下的门阀了 太子殿下驾到 闲人闪避 为臣参见太子殿下 免礼 大人 今年考生的试卷都看完了吧 启禀殿下 臣已阅卷完毕 正准备送往东宫 不必麻烦了 本宫就在这里看 把今年新科前市民的卷子 拿来给本宫看看 是 殿下 这是陈等一致认为 今年新科前十的试卷 请殿下过目 内罗呢 都是淘汰掉的吗 那些就不必看了 都是些寒门术族的试卷 若是今年路不满 才会从那里面补上一些 哦 你的意思是 这些都是门法大错 是的殿下 按照规矩 今年的状元 给点给卢家了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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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死物的 殿下 这简直是放死了 开科取士 最重要的是公平 你去勾结门 法连名次都给我派好了 本宫来问问你 这天下 是苏家的 还是那些门法呢 殿下 自我朝开国以来 你以来如此呀 这规矩可不得呀 殿下 破不得 本宫今日 天要破了这规矩 林龙 把这些门法的试卷都拿到门外去 当众分会 如果有人要问起来 就说这些都是门法口成的试卷 本宫一概不予录用 遵命 殿下 无可 殿下 破破不可 殿下 这么做会寒了殿下 世俗的心啊 殿下 一边去 我说你也是心够大的 啊 都自身难保了 还管别人 来啊 把这个寻思舞弊的犯官给我绑了 拖出去游街市中 然后再推到菜市口去 我们砍了 殿下饶命啊 殿下 全知错了 殿下 全再也不砍了 殿下饶命啊 殿下 拖出去 殿兄 这是怎么了 你没听说吗 太子殿下 命人把门法的试卷当众烧毁 太子有令 今年新科 凡是门法 愚律不予录用 真的假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都有机会了 谁知道太子是不是在作秀呢 能不能高中 还得等放榜才知道啊 殿下成功了 殿下 殿下饶命啊 殿下 殿下 经太子查明 主考官科长舞弊 游接后 斩首示众 带走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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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错了 殿兄 刚刚过去的那个 是主考官吗 连主考官都被推出去砍头了 看来太子殿下 是真心想要改革啊 这是大喜事啊 书小弟先走一步 将此消息 吞向给同窗兄弟 一起一起 如此喜事 理应奔走相告 今日发生在公院的事 想必诸位家主 有点听说了 之前皇上 只是针对我王家 现在已经开始 针对全部民们望族了 你们有什么话说 王家主 有没有可能是太子胡闹 这根本不是皇上的意思 太子胡闹 曹堂知道 你见过太子胡闹吗 如皇上收益 太子的财子 怎么可能做出这番事来 哼 还有什么好说 当今圣上 一定觉得我们势力太强 想要除这儿后快 绝不能坐以待毙 说得对 我们绝对不能坐以待毙 对 绝对不能坐以待毙 好了 今天叫诸位来 就是为了商讨此事 诸位家主有什么想法 可以尽情说出来 还有什么好说呢 既然他对我不仁 休怪我等不义 若不然 反了吧 反了吧 王家主 王家实力最强 四反四任 你给个痛快话 皇帝老儿之前 百般刁脱我们都可以认 但是这次 需要断我们 把数百年传承 显示欺人太甚 你要让他知道 怎么能把他捧起来 就能跟他拉下马 主位 你等速回族王之地 做好准备 给我一同去大势 冤成王大人靠命 请奏陛下 各家族的家族 已于数日之前 全部仿皇族王 老臣以为 不出十年 门法便会定入赛落期 呼吾陛下 父皇 老臣以为 现在还不是高充次据 而二臣得知 现在所有官员 都在念及太子之恩情 已经没有人记得赢了 何由此之 父皇 四弟说得对了 现在所有的官员 包括要考试的科举 都在念着二臣 父皇 再这么下去 恐怕 因为这 你下次说话 你说清楚点吧 你别说半句 留半句 万一父皇会作语的 怎么办 你 我什么 好了 朝朝之上 朝朝仰仰 成何体统 父太 太子若有夺权之意 又岂会说得如此慷慨 你可不要被 有心知人和鼓过也 退朝 陛下大师伯龙 举报 七大门法 七大门法 七大门法到底怎么了 快说 去陛下 六大门法 已于两日之前 举兵蒙蒙蒙 现在全国中南系委 四方战复 居然已有数多轮件 居住之设难以抵押 败行之下 找出安排 什么 难道真的江山 要鼓手让人了 这么前 这可都是你干的好事 来人 将太子给我关起来 今天是个好日子 今天是个好日子 听说外面打起来了 好像士族的烦了 哎 这下 更缓上喝一壶的 你说这太子也是 好好的太子不当 非要和那门阀作对 这可傻眼啊 有人检约 快 是我殿下 我来救你出去 殿下 谁让你来救我的 殿下 您这次是真的玩大了 不走 可就来不及了 我说了我不想当太子 可是我也不想当个老百姓 有人检约了 有人检约了 快 让他跑了 殿下 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候 快跟我走 我不走 那个废太子的生日还没到呢 我不走 你放开我 放开我 陛下 再不走 可就真的来不及了 不是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再不喊 我喊人了 来啊 有人监狱了 来啊 这拿你没办法 手下先走 等想到别的办法 我再来救你 你也不动 你这 里面 空谷 就是了 就是了 他们今天处理 快把他抓起来 哎呀 还愣着干什么 动手啊 李诺 这 我是不是为了你你好了 为我好 太子殿下 我们现在可身处大牢里 你但凡是为我一点好 我们都不可能坐在这儿 你懂不懂法律啊 啊 我跟你走 那叫为罪潜逃 以后啊 一辈子只能引进来 你跟着我坐牢 过几天 你就还是你的令独播 你说 哪个值 陛下 你又在弩话上 急什么 好事马上就来 陛下 大喜啊 陛下 哦 宰相英和如此激动啊 老臣刚刚接到战报 全国各地的战乱已被平息 门发势力已被连根拔除 陛下 大喜啊 陛下 你说什么 这怎么可能呢 陛下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 这都是太子殿下用的苦肉计吗 哦 快说来听听 太子被抓入大牢之后 天下有识之士 无不认为 太子因为科举一事 得罪了门发 才深陷牢狱 这是来给他们创造机遇 一旦让他门发得逞 他们将再无出头之日 所以 自此门发起兵之后 别看一时风头无两 加上寒门与百姓并不支持 所以厚力不足 再加上各地民众自发组织抗击 此次门发 起兵之后 很快就被彻底扑灭 臣恭喜陛下 赫十一家 好 太好了 我说当日抓他入牢的时候 他却那般欢喜 原来早就料到有今日啊 来人 赶快给朕歌一 朕要亲自前往 接太子出日 想听 一下 三ony 这半月有余 你说的好事呢 你逼真 Alleg 爱 离开 皇上 说不定正想念王后跟宫地 丢生 Пока 自己 所谓 是殿下你叫 皇上驾到 你看好事来了吧 父皇 哎呀你怎么亲自来了 全个纸吗 你让李公公来就好了 我儿受苦了 没有怪证吧 哎呀不怪不怪啊 呃父皇啊 父子情深的话 咱先放到一边一会儿再聊 先聊聊你给儿臣的风底在那 哎你要是没想好的话 我觉得江南那边都不错 哎你看啊 你把风底给我放到江南那边 一呢是余英老比较远 以后呢就省着你操心 二呢是儿臣在那流过血打过仗 也好慰藉一下失去了王魂 哦对了 一会儿啊我就不回东宫了 啊我已经让余英啊 把之前的东西全打包了 一会儿我从那出去直奔风底 绝不给您了费心啊 哦对了还有 我觉得呀 苏太是款好材料 当太子你管管啊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快给本王开门啊 哎看来你还在怪朕呢 但设计江山为重 等你当了皇帝之后 便知道父皇的一片苦心了 宣旨吧 是 奉天成运皇帝 赵约 即日起封苏城前为监国太子 同管 全国百官 钦此 监国太子殿下 请接旨吧 监国太子 伙长 您不会要撂桥子吗 看你殿下 快接旨吧 我接什么旨 我不接旨 我不当太子 我不当坚果 伙长 你看着我哪一点了 而且改还不行吗 哎呀我的天哪 玲珑啊玲珑 都是你干的好事啊 你当初节育的时候 为什么不干脆点啊 殿下 当初是谁不走的 还抱着柱子 我想拽 到时候要拽得动呀 我说不走就不走啊 啊你可以把我打匀了 强行带走吗 你这个会不会怎么当的哎呀 再说啊 要是父皇真想砍我的头 你也不怪不问吗啊 好了殿下 现在呢 全天下人都理解您的一片苦心了 为了给寒门还有普通百姓谋出路 您不惜以太子之尊 去蹲牢房 现在 现在全天下的百姓都能等我对着干 你们快跟我想想办法吧 哎呀 殿下 我知道您是怕皇上猜忌 但 其实也没必要啊 现在呀是明星所向 明星所向 新的敌人又出现了 啊 完了完了 哎呀全完了 殿下你自己都不知道吧 现在您的声望 已经快要超越皇上了 别闹了 别闹了 趁着皇上还在 你来快帮我想想办法 怎么能让全天下的百姓改观啊啊 爸 我看你来就吃不上 来人啊 给本宫把实际搬上来 本宫要查阅一下 这个历朝历代 他都是怎么灭亡的 我还就不信了 我这个太子 我就非不利用了 你给我系组好 虽然现在用了 我先记下来 垠眼衲 殿下展相来了 快 太子殿下 老陈此次前来 就是来向殿下辞行的 三相大人 这是要外出巡查啊 哎呦 真是好事啊 哎呀就不用辞行了嘛 又不是不回来了 明珤 你採钱倒水 来来来 这番请 再行啊 不知父皇这次 让你去哪里寻查 要走多久啊 哎呀 再行啊 你身体啊 不如原来啊 不如年轻人了啊 在路上的时候 千万不要因赶时间费请老师啊 这样本宫是绝对不提倡的 哎呀 殿下 老臣这次并非要去寻查 而是告老还乡 芸芸啊 快给宰相换茶 老臣这次已经获得陛下的批准 与殿下执行之后就要走了 哎 如年你怎么搞的 丞相怎么喝这种茶 快给丞相上好茶 殿下 老臣真的就想喝口水啊 太子这是看您要走 乱了方寸 还请宰相大人见料 原来老臣 在殿下的心中 竟如此重要 要不老臣再干一句 芸芸 回车 殿下 您这是何意啊 在殿下 在殿下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啊 你为国家操劳了一辈子 你都这么大年岁了 要是还为国家效率 你让这天下人怎么看待我们苏家啊 殿下 老臣的年纪其实也不算太大 懂 我都懂啊 在殿下 在殿下 在殿下人老心不老 老当义壮吗 但是 应该在别的地方上发挥余热啊 天下这么多美女 你应该尽情地享用啊 去吧 去尽情地生死去啊 去尽情地放纵自己 把这些年对自己的亏欠 全都补回来吧 成像 老臣岂敢因私为公 哎呀别别别别别 再想啊 国家离了谁都能赚 再说 您老要是一直这么费心费力的 你让年轻人怎么出头啊 所以说啊 为了江山设计 再想 您必须归隐了 还是太子说的有道 那既然这样 老臣就告辞了 我不放心 我送你出城啊 走 入朝为官半生 没想到最终 还有监国太子相送 老婆这辈子 值了 哎呀 好了好了啊 再见了 那既然已经退下去了 就好好安详晚年 千万别想着什么朝政什么的啊 太子殿下放心 今后老臣就安心在家 准备迎接新时代了 那感情好啊 走之后 就千万别再想着回来了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毕生大敌终于走了 从此海过人逾越 天高人鸟飞 看谁还能拦得住本太子退位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哈哈哈哈 太好了太好了 太子殿下 李公公 张老主 你来干嘛啊 것 彼下有请了 赉 seasons 宰相高老还乡的事 相必您知道了吧 真是知道 二臣青宰这个宋子 菩萯 这是 legal 寰相高老还乡 我要好的人仍无相 今天找你来呢 不是想听回你的意见 何人可以寄人为赞相吗 drugs 宰相的事 咱先好 儿臣的事 要不咱提订 真懂 你把国家治理的经济有好 这彻底证明了 你的治国才能 真老了 比赢退位 哎哎哎 等等等 父皇 我不是那个意思 都已经要到 继位的地步了 哎呀 感觉要完了 感觉别玩学的了 必须公开不成的 和父皇好好说道说道 不然 就真的完了 你真不想当皇帝 这么说的 我不仅不想当皇上 这个太子我都不想当了 你不想当太子 这不是天大的笑话 自从你做了太子 干的每一件事 都是立国立民的大事 哦 你现在跟朕说 你不想当太子了 你以为朕老糊糊了 做话 咱要不是说成这样 那咱就好好聊聊 之前我都是坏心办好事 宰相 他血口喷人 而且百口莫变 你当真是三岁的小孩子 能信你这些鬼话 你信也好 不信也罢 反正这个太子 我不当了 爱谁谁 爱咋咋咋地 我打死你这个不孔 我打死你这个混蛋东西 你就忍心看着这一把年纪 被国师操劳吗 父皇 今天就算是说破天 这个太子我也不当了 哎呀来 要不然你把我打死 来 你不想当太子 你以为朕想当这个皇帝吗 你以为朕每天愿意办公道三经吗 你以为朕每天愿意为国家操心劳力吗 没有办法 终得有人站出来吧 朕华 要不然咱也俩跑吧 跑啊 哎 儿子 起来吧 朕可以跑 你不能跑啊 这天下是朕的 但也是你的呀 对不对 来来来 算算算算算算算 终究啊 还是你的 他做皇帝吧 有时候是有点的 但有时候吧 也蛮舒服 加油 好好干 正看好你哟 哎 哎 父皇 父皇你不要跑啊 我不想当这个太子啊 你让那个原主苏太去当吗 哎呀 父皇 那是你逼儿人的 这个太子 不当定 星日殿下到底是怎么了 从回来到现在一直在读书 时不时写写画画 还傻笑 真是很担心啊 刚才啊 偷瞄了一眼 是在看了实际 他呢 把立国历朝历代的亡国原因 全都抄写了一遍 估计是想一次来警示自己吧 殿下也是怪不容易的 自从监国之后 是越来越用心了 这都两根天了 明日还要上朝 不如 你去劝他早些歇歇 我才不去呢 刚才我都去过了 还被殿下嫌弃了 说是不要打扰他总结经验 殿下真是可以 成了 终于成了 殿下什么成了 来 风火系诸侯 这个我知道 周幽王 魏伯包四一笑 点燃了风火台 信弄了诸侯 这也是西周密王的根本原因 谁让你看那个 这个现在用不到 往下看 秦始冯修长城 隋阳帝修月河 对喽 本太子 现在可以两件事都做 那是不是死得比秦始皇 跟隋阳帝更惨 可长城和运河 都已经修好了 运河修完了 咱们可以过关嘛 那长城的话 修新的好了嘛 而且本部 可以双管齐下 我就不信 我这个太子之位 还能登得了 人都到齐了吧 那咱们开始说正事 既然父皇让本宫 做监国 那么要是什么事都不做的话 岂不是辜负了 父皇的信用 所以 本宫决定 把全国所有的河道 全部都拓宽 然后呢 长城呢 也给我接着修 一路往南 一直修到海边 不知道 谁赞成 不反对啊 殿下 如此大金属 简直是劳民生产 申请殿下 收回成命 这么说 你反对了 来人 插出去 殿下 你不能这样啊 殿下 你如此不体育百姓 江山威胁 世纪威胁 江山威不威胁 我不知道 你威胁 殿下 以咱们现在 国库的财力啊 不足以支持 如此浩大的功臣 还请殿下三思 没钱啊 好事啊 那还不给本宫 造钱印帝 殿下有所不知啊 这钱啊 他不能随便印啊 他得得到 皇上的手肯才行 大胆 竟敢用父皇威胁奔会 来人啊 插出去 殿下 这殿下老师说的 决决属实啊 还有人反对吗 你新来的 太子这么做 必然有生意 你要敢有抑郁 不但白爱顿打 之后 还是你的错 你有病吗 好 既然没有人反对 那就 开始动工吧 灵笼 这几日 外面有什么传言吗 殿下 你可算是我无知 自从您下令修筑长城 拓宽何道 这大半年 外面简直是敏运滔天 你要再不说出 这么做的用意 恐怕您这太子 也当不成 已经闹得这么严重了 那可太好了呀 这是我这几年来 听到的唯一的好消息 殿下 您还没说 您这么做的用意 是什么呢 我这么做 完全是为了让父皇 把我这个太子的职位 给飞 殿下 您就别开玩笑了 这都火烧眉毛了 谁跟你开玩笑了 我是很认真的吧 云阳 这几天呢 你把咱们的东西 归制归制 咱们随时准备 开聊 老张 这是刚送来的荔枝 我包给您吃 我要你 心思喂给朕 前见真旨 陛下 大臣们在宫外聚集 请求参见陛下 没看朕正忙着吗 让他们去找太子去 大臣们 正是为了太子殿下的事而来啊 真扫兴 你先下去 让他们进来 是 臣 参见陛下 免了 你们来干什么 太子在忙什么呢 太子 太子他 臣 真是一言难尽啊 陛下 太子自从监国以后 修和敌 铸长城 铸长死 以往下去 臣恐天下大乱呢 这修和敌 铸长城 都是好事啊 因何天下大乱呢 好事 确实是好事 可这两件事 他不能一起干的 现在是 民怨沸腾 臣请陛下 定夺 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呀 太子如此不理智 难道 你们没劝吗 臣 臣劝了 太子非但不听 反而朝堂之上 乱棍将五灯打出 嗯 陛下 替为臣做主啊 陛下 嗯 在明日早朝 朕亲自问问太子 他想干什么 嗯 陛下 父皇 你怎么来了 朕怎么来了 朕若再不来 恐怕这江山 都要被你弄丢了 还不给朕归下 皇 现在天怒人怨 行事一片大好 干嘛 你 义子 我最后问你一次 你这么做 似乎有似不用意呀 有啊 早就跟你说过 我不想到 来 你现在让我呢 搞成这样 好好好 你是不是以为朕 不敢废礼你这太子之位呀 哇 你赶紧回来 太子 赶紧 你 这下没人替我投情了吗 啊 没宰相的日子可真爽 怎么早没想 要是一开始 就想办法要宰相告老还乡的话 这太子就早当不成了 不过过程虽然不美 但结果还是好的 这太子总算是不用当了 子弟 就差你没一脚 太子就是你的啦 苏臣前 你不要太得意 这次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都救不了你 其作父皇 阿臣以为应立刻废除苏臣前太子之位 以平息 陛下 臣以为应该废除苏臣前太子之位 奉天承运皇帝 赵曰 派子苏臣前品性顽劣 不体虚万名 现昭告真相 夺其府君之位 念苏臣前往日功绩 脸为怀王 今此 白皇殿下 戒旨吧 好 好 儿臣 戒旨 儿臣 谢父皇天恩 李姑姑 你回去给我父皇上句话 就说 儿臣 现在不宁在他身边尽销 让他有事啊 千万去找四弟 不要想起我啊 老爸 又何必如此 别配话走 长篇油眼了 我终于不用当这个郭奶子了 yes 哎呀刘 李姑姑 快看 这可是废除本胎 胜责 真正的胜责 好 我的 废计 第一个 把这条 都能获得 我 那只要是 会 我 干 还 我 说 你 你 这 我 把太子的牌匾撤了收拾好心血 等昭帝叔一下来 套路啊 属下恭喜殿下如愿以偿 从今天开始 您就是太子了 我真的是太子殿下了 总感觉这太子来的也太容易了 你说 这会不会又是苏承前的什么计策 殿下是被苏承前折腾怕了 现在有圣旨在手 您就是太子 现在是 以后是 永远是 王屁 你说谁永远是太子 走 叫你走 殿下 叫你走 不 你走 你走 走 走 你走 这就是陛下理想的生活吗 感觉也没什么意思呀 这不比批乐奏折要强吗 跃进天下的美女 做这个世间第一大顽固 这就是本王最大的心愿 哈哈哈哈 殿下 一起跳舞好好好 来一起跳舞来来哎 殿下 没事没事没事 哈哈跳舞跳舞 哎来来 啊这嗯 哎 你俩还坐着干什么 过来跟把王一起跳舞 哎快点 快 哎对了吗来来来来来 你俩 我说你这太羞耻了 这有什么羞耻的啊 这是我的地盘 我说的算知道吗啊 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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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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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 穿这么多干什么 找一个多点 抽点 我也多点 各位爱卿 若无本奏 那边退潮吧 等一下 老财相 你不在家中一样天年 今日上店所为何事啊 有何事 老朽今天 就是为了痛骂你这个昏君而来 你个老皮 骂谁昏君呢 你谁骂的就是你 昏君啊昏君 老朽问你 为什么要废掉春泉太子 去年 春泉太子正召无数民夫 拓宽河道 又在西南修筑长城 天弄人怨 如不废数 何以向天下万民交代呢 傻子 太子正宗 这些奸命不支 难道你也不能体会到 陈前太子的一片古心了吗 皇上 今年七月开始 全国多地连降暴雨数十日 若非太子有远见着实 恐怕江南早成责国一变 而你 不但不能体会陈前太子的一片古心 反而将它废除 老朽骂你昏君有何不对 今日 要是不让苏晨前恢复害死 老朽 老朽就一头在金钱上撞死 他把老朽先囊住 老陈前 万万不可呀 你们这些精力 放开我 老陈前 老朽 你是说 他早就料到会有今日 父皇修要听他胡言乱语 就算他苏晨前料到此事 那修筑长藤一事又如何解释呢 报部下 祖国是就在外一面 两国正在交战 你来做什么 恳请天朝皇帝陛下开恩 现在胜负未分 你这是何意啊 陛下 打仗我们吐蕃不怕 只是贵国从去年开始便修筑长城 这 这是要困死我国啊 我国国主知道此事之后 寝食难安 后见贵国停修了长城 我都知道 这是贵国给我们最后的机会 于是便潜在下 前来向天朝起降 为表诚意 我国愿将边疆之地尽数割让 并且愿与天朝和亲 从此两国霸兵结为深究之好 望陛下恩准 你差点毁了陈前太子的一片好意 老朽 老朽今天跟你拼了 带来自 带来自 住手 带来自在往史臣面前如此无礼 称何其统 陛下 老朽要藏苏太无能 自他担任太子也 拓宽核桃被他下旨叫停 这导致未拓宽核桃之地 洪水泛滥 名不聊声 长城被平 更是挥庸至极呀 太子之位如此重 怎能让这样的无能之位来担任 老朽恳请陛下 废出苏太 重新恢复苏承前太子之位呀 陛下 是而等有眼无珠 误会了承前太子 还请陛下能够 恢复苏承前太子之位呀 不妄 这都是苏承前的诡计 他只是要陷害而成啊 往一边去 殿下你好棒呀 人家的身子都要散架了 殿下 奴家也想被疼爱 好啊 来 我现在就来疼爱你啊 殿下人家也要嘛 好 那就两个一起啊 李公公 您不能进去 殿下吩咐了 任何人都不能打扰 殿下奴才是来传旨的 哎呀 没看见本宫正忙着呢吗 在那边等着啊 嘿嘿来来来 哎 李公公 李公公 我去了 您不能 李公公 我现在虽然不是太子 但我好歹也是个王爷吧 啊 你竟然擅闯我的宫殿 奴才也是奉命行事 出去出去 圣旨到怀王接旨 圣旨到怀王接旨 李公公 你别以为有父皇跟你撑腰 我都治不了你啊 啊 殿下息怒 等奴才宣旨之后啊 任由殿下处置 哦 呃 本王的封闭到了 哎呀 李公公一早说嘛 呃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殿下先先吃吧 好好好 来来来 来来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苏承前 天资聪颖 德才兼备 先昭告天下 恢复苏承前 太子之位 钦此 假的 这 这一定是假的 哦 李公公 你竟敢假传生旨 这可是死罪啊 来呀 给我把他插出去来 快 皇上啊 早就料到您会抗旨 所以早有对策 再传皇上口谕 若苏承前抗旨不遵 即便是拖 也要把他拖到宫里去面圣 不得有任何耽误 来人 是 把太子殿下 拖进宫面圣 哎 你不先让殿下把衣服穿上 殿下 你说我把这宝贝献给四皇 你说我把这宝贝献给四皇 四皇真的能不再出救我 皇上一定会喜欢你 皇上一定会喜欢你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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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兄 皇上来 苏太参见太子殿下 苏太 你怎么是这个表情 你应该恨我吧 殿下 我想明白了 这个太子还是您来当比较合适 放屁 你简直是放屁 你的眼心啊 啊 你把我推翻 把我踩在脚下啊 你 你这个废物 你才干了不到一年啊 你就被退了 我喜欢把你培养了这么长时间 你 你气死我了 我今天是不修理你 难解我心头之恨 我 放开 今天不管你说什么 这太子我都不会再当了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再打我 我就还手了 你不想也得想 我告诉你 一年之内 你要是不把太子之位给挖过去 我就把你发飞到边疆 宋政权啊 你欺人太盛了 我跟你拼了 呀 哎呀第二警察 是 住这个太子之位 我必须让你当 你今天就给打死我 我也不当了 殿下雨停了 这位终于停了 殿下 现在外面都传遍了 您的太子之威一恢复 大雨就停了 这实在是天意啊 老天爷都跟我做对 陛下 看来这次 这真没办法了 这倒也不是没有办法 玉妍 你有什么办法 你 快日本公司组说来啊 前两天国师面见陛下 说是要去取经 国师说殿下您 颇具慧根 要收您为徒 您可以去当和尚 这样就可以不用当太子了 你这算什么办法吗 当和尚 我还不如当太子 殿下 该上朝了 今日要会见土布使者 皇上说了 要您一同接见 谁太子敢做 谢父皇 宣吐蕃使者 进殿 参见天朝宝贝陛下 连礼平真 皇的陛下 县两国边界 已经跨出 回头的核心 是 吐蕃使者 还要皇后陛下 打日记 既然尔等 已经心悦成福 那就回去 告诉你的主上 只要他不动招兵 朕 便不会住长城 至于和亲一事 以后 不必再提了 等等 父皇 和亲是好事啊 必须和亲啊 父皇 和亲 对两国之间 都是好事啊 既能使两国互通有无 又能彰显我天朝的雄威啊 你这么想当 对 一而成见 而成员因自高奋勇 迎娶吐蕃公子 等等 这样 成员 貌似还不太够 哎 这样 你们呀 也别嫁公主 我直接入坠到你们了 以后就别什么 君君臣臣了 你就是我大表哥 我就是你妹 好不好 这样成员 是不是成员满满 父皇啊 我现在 已经入坠到土拨了 是土拨人了 所以 还请父皇 把太子之位传给我四弟 四弟 说句话 殿下明知道此事不可能 还让我去出 苏黄的眉头 我可没那么傻 你聪明反辈 聪明误我 你气死我 知道了 祖国一事 就这么定了 从此 两家修好 我们不再战 是 陈时 这就回去 并告国主 陈时告退 宣国师 敬殿 阿弥陀佛 参见陛下 平生今日来 是向陛下告别的 不是啊 天王天主 如不得 是否 你不得 陛下 平生有个不勤之勤 不勤之勤就不用勤了 那个 明天 太子这几年 似乎真的转型了 再也不胡闹了 可能是因为 皇上的龙体 越来越不堪了 太子呢 不得不开始勤政了 也有可能 是太子 正在憋大招呢 还真是怀念 那时候跟太子 一起胡闹的时光 现在这样 若是无聊了些 那样提过什么呢 还不快 把今日的奏折 就被我拿过来 好 我这就去给殿下取了 殿下 太子殿下 我好了 皇上龙体爆样 已经陷入昏迷了 殿下早做准备啊 什么 快快快 快去本宫进屋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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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 父皇 而且还没有放大招呢 你醒醒啊 父皇 你不能死啊 父皇 你醒醒啊 父皇 父皇 你醒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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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咬我 本来还能坚持两日 你这一咬啊 都能把我送走喽 父皇 来来来来 父皇 父皇醒了 快传御医 父皇怎么样了 殿下恕罪 臣实在是无能为力 还请殿下早做准备 差一点就成功了 怎么办啊 一起来怎么办啊 他的殿下 要不要让死亡之后来 苏太 现在能救过的也只有他了 快快去叫父皇 买个梦 快 快点啊 这父皇把护肤放哪儿了呀 殿下 您是在找护肤吗 护肤哪儿啊 拿来啊给我 我才就是来送护肤的 早上 我让清醒之时就会想到 怕太子殿下气味不稳 所以就 也拿来吧 你懦礼把锁 让开 殿下 奴才还有最后一句话呢 这个虎符啊 千万不能随便受啊 哎 你等一下 父皇的身体怎么样了 父皇马上就不行了呀 我马上去见他最后一面 哎 见什么最后一面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交给你 你这是 苏太 我命令你 立刻出护肤 前往金氏大营 待听到父皇龙兵归西之时 立刻起兵造反 不得有务 臣妮不敢 哎呀 有什么不敢的呀 我实话跟你说吧 啊 这个太子我不想当 皇上我更不想当啊 能不能成功就看你了 太子殿下 皇上快不行了 您赶紧过去看看吧 死定了 我只有一个请求 但你承往皇上之后 恢复我怀王王爷的身份 让我做个逍遥王爷 你只要答应我 这天下就是你的了 苏太 你一定要成功啊 殿下 这虎服 不会是假的吧 正因为这虎服是真 所以我才搞不懂苏正前 那到底什么意思 我想到了 想到了还不说 殿下 属下以为 这必定是苏正前的 敲山正午之计 殿下好想想 我们一直认为 苏正前会有低多端 他此刻把谷服交给您 就是想让您觉得 他留一个后手 不敢起屏道 这么一来 他不仅能够 安稳登上王位 而且还能给世人留下 花人大度的好印象 简直是一件状雕啊 你的意思是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故事 他是料定不会才 还以不敢轻聚光动 殿下圣明 属下认为 苏正前就是正下 更何况 皇上是突然病毒 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做准备 不仅如此 苏正前 让您在皇上归天之后 再行模仿之事 很明显 这就是他留的后手 此话真假 殿下好想想 到时候他登上了皇位 就算您带兵赶到 他一计划 便可过渡您的兵去了 到时候 再给您安一个模仿的罪名 那就是百口不变了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他苏正前 怎么可能放下皇位 还好 要不然我又中了 苏正前的本境 殿下 这苏正前摆明了 是想要您的性命了 就算多过了这次 日后他成了皇帝 您会如何应对 那你的意思是 属下一位 不如将计就计 现在他还未登上皇位 我服务在我们手上 天时地利人和 皆在我侧 天下 唾手可得了殿下 好 陪我去军中大营 四皇是驾到 三姐四皇的殿下 军营重地 不知四皇的殿下所来何事 俗成显成父皇病重之机 一遇谋朝篡位 父皇命我立刻提兵入宫 二等听令 立刻整顿军马随我入宫 四皇的殿下可有证据 太子殿下怎么可能 我服在此 二等下违抗军令吗 墨家不敢 永远不敢 还不快整顿军马随我入宫 是 我看谁敢 来人呢 传令下去 把军长过来围住 若有人敢踏出军长半子 格杀无论 你好大的胆子 来人呢 把这个反贼给我抓起来 工人造贪恶污蔑闻闻事 今日便拿你试试 本帅保进立府 你 啊 你 我的人你都敢杀 你好大的胆子 反了 反了 你 你要干什么 大帅人不能杀 反而呢 把四皇子 就本帅绑了 皇上 回天了 陛下有旨 着苏承前登基即位 父皇 父皇你不能死 殿下去大殿登基啊 陛下 设计为重 我不登基 我不登基 我要等我师弟 师弟 师弟 师弟你在哪儿 你快来啊 师弟 陛下 四皇子来不了 末将参见陛下 云一 我师弟了 回避陛下 四皇子偷到古墓 意图造福 末将将其撞 还请 陛下定理 云一啊 我带你不薄吧 你为什么要这样陷害我啊 干嘛 干嘛 陛下 陛下 急事已动 去登基啊 快快快快快 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吧 带逆臣苏泰今天 苏泰 苏泰 死到里头了 你还在嘴硬 陛下 臣恳请诛杀祖坛 哎呀都给我 都给朕住口 四弟说的没错呀 就是我让他造反的呀 陛下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护着 别给我废话 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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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弟 哎呀来呀 比赛 比赛小心点 哎呀 闭嘴 快去 哎呀 哎 四弟 让你受苦了 我这是逼不得已的呀 哎 四弟 你不是想当皇上吗 我现在就传媒给你 你就是皇上了 啊 我不要 我不要 皇上饶命 皇上饶命啊 你这又是何苦了 你要是现在不想当皇上 要不然 你先当太子皇两天 然后再来当皇上啊 我不要 我不要 哎 不是四弟 四弟 有话好商量吗 你别跑哎 四弟 两位爱妃 看朕这字写的如何 你这字写的好奇怪啊 嗯 连在一起臣妾认识 单挑出来看 臣妾又不认识了 嘿嘿 陛下 这就是您之前说的简体字吧 这比正常的字看起来简单多了 简化呢 是方便推广 这样一来 普通百姓 也可以读书识字 关键书籍太过于贵重 形成家庭 根本就买不起 哈哈哈哈 这就要给你们看谈真的新发明了 殿下 这是什么 这是活字 和雕板相比呢 这些活字 可以放在模具中任意排列 如此一来 就算是使用完了 也可以接着使用 这样的话 在全国推广出去 不懂百姓 也会读书写字 陛下 不好了 不好了 不好了呀 皇什么呀 说 太子殿下在朝堂上五股殴打大臣们 您快去看看吧 别跳了 别跳了 嘿嘿嘿 不好 那个 儿臣参见父皇 参见母后 父皇 嗯 这儿臣啊 之所以打他们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看他们呀 不顺眼 现在啊 这些百官 多个福 那是这样 父皇 还请你 将儿臣这个太子之位免掉 以安抚 这百官之心啊 儿啊 你这些招 都是震玩儿剩下的 当年你爹我啊 和你爷爷斗志斗勇的时候都没 就你这点小伎俩也配 哎呀 不行呀 我不想到这个太子呀 父皇 是啊 爸 当年我也没有闹台子 啊 我 很瘦 很厉害